正因为保持出发心勇猛心的不义 所以佛教非常强调精进 漫无目的的勇猛精进 就像一场即时雨 表面上看似风银大地 但不久就会枯竭 相反的 能够掌握修行的根本之见 精进心就会如同一条有源头的河流 长流不息 最后才能到达菩提涅槃的礼岸 先说我现在虽然说出家 但是学习这个手法 在生日 我一段时间就生不下去 怎么生就生不下去 已经十几遍 但是越生越烦恼越生越烦恼 有的人这样就贴族 这样就没得及相 但是我就是已经被冲破十几遍 十几遍就是生不下去 但是最后就会删过 这跟相同一样 你如果是说这样你就来贴族 这样没猜说你尽情的用功的高兴 所以说这个又过去 又过去过了 境界它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学习的人 等到境界 你要回公翻角 知道我不能贴族心 这就是一种过程 一个科研 会向这个 会公翻角 知道的 这个因故 这个因的 你把你装起来 你把你科研 你呢 要下定 划心 下佛 甚至说世间反 都种同样 在学佛的路上 出发心容易 恒朽心却难 一时的勇猛心容易 长远心则难 正因为保持出发心 勇猛心的不义 所以佛教非常强调精进 所谓精进 是指不懈怠 不放逸 一旦发现自己起了退心 要赶快回到出发心 时时不离出发心 并且真心发露忏悔 忏悔得清净安乐 也是策略精进的一种力量 十方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